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你唯一的选择你只能够带一个人 就是让他跟你共度余生 那给你三个选择 一个就一个17岁的少女 模特儿 你的muse 第二个 OK像陈文倩 像陈文倩这样的女孩子非常聪明 然后身材也很好 然后可能又可以跟您无话不谈的 那第三个呢 可能就是对你 就是非常爱你 然后对你至死不欲 但是年纪比较大一点 可能就是跟您差不多这样子 然后答应照顾你一辈子的 就是说除了这个人带了之外 你不可以有其他的人 这三个你会选谁 我要选三个17岁的 可以不可以 三个都17岁 带三个17岁的 还是喜欢年轻的 这玩意真是没办法 真的吗 要谈理想 谈哲学 谈学文 就不要跟女人谈 也不要跟别人谈 那是自己关着 自己的事 我的意思 不要搞错对象 不要要求别人是什么才女 什么这种 这是不对的 思想上不寂寞吗 我哪怕寂寞 我被关了那么多年 牢里面放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被关够 自己还关自己 关了半年 在门口挖个洞 弄个小门 我弟弟还给我送饭 我把垃圾丢出去 他替我丢掉 关自己关半年 这么玩了 多狠 多不怕寂寞 我哪在乎寂寞 海天导对我 天堂 你老说去海南岛 是这个开玩笑的 还是真的就要在海南岛 这个准备 归天也是在海南岛 又开玩笑 又是真的 我一辈子就干这个事 就是谈笑之间 又真又假 所以我才说 我的特色是 重话轻说 轻话玩笑说 开玩笑就是讲出来的 事实上我讲的是真话 话里有话 聪明人一听就笑 就懂了 就那天咱们谈到这个亲情感情的问题 即便您不愿意有家人在旁边陪您在海南岛住着 您太太能同意吗 我不晓得 这叫自我了断 自我了断就很重要 就你不要连累人家 自我了断第一条就是离家出走嘛 离家出走还要得人同意吗 自己又颠了 不要得人家同意 所以时候差不多了 那人不找吗 人家不找你吗 你找不到 我在海南岛找不到啊 他在海南岛到处乱跑 我太太大概也不会找我 就是一辈子觉得 对听说他讲这个段子嘛 说有一次他这个是病了 躺在床上 其实没睡着 但他太太以为他睡着了 所以他清清楚楚听见他太太说了句话 说了句什么话 那不是病 是我开刀 社会县开刀 躺在床上 这个床是这样 房子 这方形的 我躺在床上 这边呢 变成一个幼子形的 我太太好漂亮 穿着高跟儿褻靴 马靴 插着腰就进来了 这样倒着床 这样走一圈 又这样走一圈 讲了一句话 老天有眼 上天有眼 你也有今天 对对对 当然是开玩笑的 是开玩笑 但是你像平常 就把一些什么小雷啊 还有什么 我都数过了好多女朋友 都这么公开出来 她们也有家庭 也有这个亲朋好友 你不懂女人了 那有的是寡妇 有的是连路灯了 不管怎么样 女人喜欢这些事儿 她当她老的时候 喜欢被抖出来 她还喜欢你 把她们抖出来 不了解女人 你帮妹喜欢吗 那我不能等老了才抖 我觉得 就是说男人愿意肯定你 就是不管你是怎么样 就是我反正跟了你了 我不管说是你已婚还我已婚 反正大家已经躺了这个浑水 我脚都已经踩下去了 你跟我讲说 我不能够正面承认你 我觉得这个很伤害 这个很伤害 但也不能等到老了才抖吧 就是啊 所以我的意思 要不能全躺在床上 再抬出去吧 要能够走的时候 这样子一走一圈 这样子去海岸岛 最好 所以啊 因为这个一些留言的关系 这个大师自个儿也说了 好像您在这个大陆啊 过去有些人呢 基本上把您塑造成 西门庆一类的角色 但您还别说 我觉得啊 您是不是真的对西门庆有感情 所以复旦大学 人家送给他一套《红楼梦》礼物 他还打趣吗 但我以为是金平梅呢 你喜欢 你问我这话呢 要问潘迪远吗 问我干什么 对啊 我问你对西门庆 我也不喜欢西门庆 你不喜欢 潘远远喜欢西门庆 他两个嘛 他喜欢武松 武松不解风情嘛 女人是务实的 立刻转过来 喜欢西门大官人 喜欢西门庆 是这么来的嘛 西门庆他懂的女人啊 至少他知道 如何虚心的 接受前辈的教育 那个前辈就王婆嘛 这王婆告诉他 怎么样的 对付女人 潘迪 邓小贤 就这样子啊 他有接受啊 哎 你觉得对付女人是讲招吗 当然是招 男女之间充满了 耳诈窝语 你说 这么 毒 毒吗 你坦白好了 双方互相坦白 结果拆火 所以要不要骗男人 当然要骗男人 这女人说我全部招了 过去是一样 我全部讲给你听 就会出事的 男的也这样 所以这个 我这样子 那跟一个女孩子 这个很这个热情的时候 受两招 耍这个招的时候 内心的感情不是真的吗 跟你感觉真的 真的在耍招 感情越真越耍招 你给弗洛义德讲 两个一对男女的作爱的时候 是四个人在作爱 什么原因呢 这个男的跟这女的作爱 还想另外一个女的 这个女的想另外一个男的 所以至少四个人 现在大锅炒了 还不止四个人 一窝人在作 这人性嘛 你别搞错 对对对 这就是人家说嘛 家里有个做饭的 怀里抱个发箭的 远方还有个思念的 这个 这涉及到您的爱情观的问题 刚才讲这个西门庆 也有一些朋友问您 对这个贾宝玉的爱情 怎么看 多讨厌 多窝囊啊 多年年枪啊 太讨厌了 您得给我们解释解释 他解释不 看《红楼梦》都知道了吗 男人怎么就干 那么年年枪呢 是不是 那不也是一种 这个温柔风流吗 根本他劲儿不使不上去嘛 他基本上是 什么劲儿使不上去 就是那种窝囊 丢不掉嘛 他窝囊 所以最后才出家嘛 就这样这样 他整个都病态的 《红楼梦》整个都病态的 林黛玉说花卸了 他要埋葬着花 一边葬花一边哭 农金葬花人笑吃 他年葬农之是谁 干嘛嘛 花开花落感情敌事嘛 这就病态的感情 大师不喜欢那种长得太漂亮秀气 那基本上他觉得那种人没什么气 太受欢迎的大师 也不喜欢 我喜欢林黛玉 你懂我意思吗 我有虐待狂 我是说 我是说 有虐待狂喜欢林黛玉 林黛玉受虐狂吗 对 那他的事 虐待狂的人管别人 是不是受虐狂 我觉得他像云野里面的人 像雾里面的人 像神仙里面的人 多愁善感 好啊 没什么不好啊 对不对 你喜欢这样 可是这就告诉你 这是小说里面的人物 真的人生的爱情故事 不可以这样玩的 会要命的 真的爱情故事就是 大家好 好就好 不好就不好 这就我的爱情哲学 就是只爱一点点 只爱一点点 才真的智慧的人 这就对我那个诗 是不像的吗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海参 我的爱情浅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天长 我的爱情短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没来又远去 我只偷看你一只眼 这才是爱情 但是也有人 有不同的一种爱情观 你怎么老找的是蠢蛋呢 咱给我比的 这是啊 都是这是 你能骂人家 都是蠢蛋吗 当然 不好的就是蠢蛋吧 像人家讲了 这个像爱情 得受得了地狱的苦 才能到天堂 说您这样的人呢 实际就不是真正的爱情 男女的爱情 应该有一个水平 这个水平就是说 感情很平静 然后呢 就是男婚女爱 如果是悲哀 眼泪 痛苦 嘲笑 这统统都是错了路 所以那个东西 只能放在小说里面 罗密欧 朱丽叶 梁山伯 朱云台 牛郎 织女 都可以 放在小说里 真的人生 没有这些 那您觉得 男婚女爱之后 应该是画上句点吗 就是拆火 所以看我的小说 上上上爱 就是可以有一个 美丽的句点 我每次用美丽的句点 就是很简单 老子坐牢了 我坐牢了 再见 你找不到我了 我也不爱你 可是我坐牢了 对 我听他这个爱情观 坐牢真是好 第一条就是 整出一个女人 他这个爱情观 我算听明白 有点不大像爱情 有点像寻欢 我觉得你也是 这么样子 没有错 我希望这样 你是得了 李大师真传 我觉得 没有 男婚女爱 就是人生最好的境界 为什么要鼻涕眼泪 你告诉我 那么蠢淡吗 不用鼻涕眼泪 但是天长地久 也挺好的 就是啊 天长地久也挺好的 事实上不可能天长地久 最后就看着 你看我不顺眼 我看你不顺眼 最后是这样子 好了 咱们这个《红楼梦》告一段落 咱再谈点别的 神州文化之旅 不能老谈这个尼古斯凡 刚才李大师还说 这次到故宫有发现 我倒是 还有一个网友谈到 说李敖从踏上大陆土地到现在 所作所为 觉得他很有人情味 是个可爱的李敖 他爱憎分明 心知口怪 敢说敢做 敢自我批评 是个 还说您是个具有传统美德的男子汉 你看有些行为啊 单腿贵恩师 能这么说吗 他单腿贵恩师 望凭故宫表忏悔 驻高筋肃梅 赴联合国控诉日本 为国人尊严 自掏腰包 使慰安妇 拒收五十万等等 恨日本 恨李登辉 恨纯水扁 恨台独恨虚假 爱祖国 爱人民 爱师长 爱真善美 所以对李敖有成见的网友们 就凭他上述的所作所为 我们应该原谅他的某些过失 反正我也就原谅他了 谁要你原谅 你要你佩服我 因为你每一样单下都赶不上我 老鼠不能原谅猫啊 猫可以吃你 原谅什么猫啊 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是老虎呢 你不用你不是 因为你是老鼠吧 这问题出在这 原谅两个都用错了 死心塌地的佩服我 就玩了嘛 原谅我 你是高高在上 你是优势的 你才是原谅 你不是优势的 我再讲一遍 老鼠不能原谅猫啊 耗子不能原谅猫啊 老老实实 死心塌地 看到这个样板 我们向他学习 这才是正点 所以我在故宫 这次陈他们豪义 给我看了 乾隆时候的三西堂法帖里面 第三个法帖 就是王荀的伯远帖 我一边看着法帖 一边后边那段 董经商写的拔 我特别现场指给大家看 那拔怎么说 说我觉得我好有幸福啊 我好有幸 我明朝人 看到了晋朝人的这个帖 看到了王荀这个帖 可是王荀也要感到幸福 因为他被我看到 这才是人生 我见青山多嫚媚啊 廖青山见我应如是 这才是真正的人生 真正的自信 所以我的意思 今天我来到大陆 我很高兴 我看到了祖国的这些一切 哥哥我希望大家想到了 祖国的一切 他们被我看到 他们应该向我同样的自信 觉得快乐 蒙李大师看了一眼 祖国山河放金光了 真的 真的 你逍遥快活了这么一段时间之后 你想念台湾吗 这台湾 当然想念 因为台湾住的习惯了 因为他我在住了56年 他是我工作所在 那个环境使我非常熟 除了只有这样子的 没有 我所观点是我的工作间 我的书要拿一本 我一抽就抽出来了 你懂得吗 这个比较熟 所以只要你能把那工作间 搬到海南去的话 其实对你来讲 台湾跟海南是一样的 那太大了 所以我要 我这次我的书房 我把它拆掉 就搬出了1000箱书 你懂我意思吧 这个工程太大了 毕竟我也不想 有那么多的书了 对我太累赘了 我希望尽量的简化 尽量的浓缩 使我的余生 面对的夕阳 东西少一点 护士多一点 漂亮女护士多一点 这个您在台湾 应该还是跟很多 这个文化人有过交往 您说这个胡适 说阴海光说的挺多 还有一些朋友问 您对这个钱牧 在北大也提到 但是好像没有具体说 您对他的这个看法 钱牧 我是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 写封信给他 他那时候在香港 挑他错 他就奇怪 怎么高中的生 怎么是他书练这么好 他就回我一公信 我跟他有这个渊源 所以基本上 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标准 这两个人可以接试图了 因为有这种缘分 没有 后来我越成长 越得到这家伙 这钱一家人思想与辅 您这么看他 所以我后来就我们就断掉了 还是很感应他 他有那种老的老人家那种风度 他会亲笔 刚笔写的 规规矩继续写微信 免利我 答复我 还有一个老辈的风范 这个文化人 就是您这个去大陆 但是写武侠小说 这个金庸大侠 这个大概同期去台湾 对他最近这个修改 这个武侠小说 您听说过了吗 我告诉你 我看不起他 那写的什么玩意儿 武侠小说什么玩意儿 胡适讲 下流 您看过没有 我告诉你 一个臭鸡蛋 你要全部吃掉 他吃掉他是臭鸡蛋吗 一文就是臭鸡蛋吗 武侠小说在中国的写作里面 不如流的 那什么玩意儿 一个人可以飞烟走壁 哪有这事儿呢 他根本是神怪东西嘛 说如果谈里面的狭义一部分 金庸自己没有一样做得到 什么华山论剑 那个屁剑 那些人小气巴拉 或者我有安妇 有没有捐点钱啊 打打草日本 有没有搞个运动啊 都没有 自己发了财 做自了汉 所以金庸到我家来拜访我 跟我谈 他说我信佛了 我信佛了 我对财产 怎么怎么样 我说你怎么处理的 有没有捐出来 有没有放出去 按照佛经 你就全要捐出去啊 散尽加财 没有啊 所以这佛都是假的嘛 所以我觉得这瓶子都是假货 一笔假货 从小说看呢 过瘾那是一回事 演电影 飞来飞去 我们一看都是假的嘛 掉钢筋 掉钢锁 这样飞 都是假的嘛 人不能飞嘛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被糊弄了 都被骗了 但是呢 这就是有一个啊 什么都当不住个喜欢 比如就像很多人对您一样 哎 我也不一定完全同意您的观点 我懂你意思 是啊 拉呼吸儿喜不喜欢 喜欢 你听了小提琴以后 就发现这呼吸儿的声音 刺耳 为什么刺耳 它的共鸣香太小了 所以刺耳 这小提琴的声音就不一样 大提琴拉就不一样 当你看了恨更好了以后 你这样就不能看了嘛 你看看小孙姑 就好看 你看到这个美女以后 你发现小孙姑不好看了 为什么呢 曾经沧海难为水啊 你境界高了嘛 所以我的意思 你得比喻 当你有境界高的时候 就不发生这些问题 那您的意思是 千百万这个金庸小说的读者 我们都是境界低的 喜欢看的都是境界低的 没有错 至少是浪费时间的 有很多大学教授 科学家也愿意看 我承认 神龙活现 写的好玩 我也承认 我是说金庸的人 跟他本身搭不上线 跟他不一致 你谈了半天 狭义 你本人是个小店 那什么狭义呢 就好像余光中讲什么 天安门我们来了写诗 你来了没有 他没来 那时候他没来 你懂我意思吧 都是假的 可是像希腊的诗人拜伦 他赞成 这个希腊 抵抗土耳其的时候 他亲自来参加 虽然得热兵死掉了 那个诗人邓南哲 他是军国主义者 他自己搞个团队 占领了 别人的党 这个地方 父母 我相信这个 我要身体力行 这才玩真的嘛 你搞文艺活动的人 谈人类心灵的人 你嘴不讲真话 不做真事 像余光中 像金庸 这些人都这种货色 看不起他吗 看不起 打倒金庸 他是不喜欢虚幻的东西 他是不喜欢未知的东西 您自己有研究易经吗 我知道你不信命 也不信风水对不对 都不信的东西 这学本的东西 当然不信 他除了自己 他谁都不信 我通常太信了 我告诉你 所以你也没有研究过易经 当然研究过 就知道 这根本是个算卦子 很简单的东西 把它讲成那么玄虚 根本没那么玄虚 那我再问您一位 像被我们列为 这个国宝大师的 还有一位像钱中书先生 也是读书非常非常多 您对他怎么评价 钱中书读的很多 很细 思考力不够 他会读书读得很细 摆外国同类的书 同类的主题 把它摆在一起 第一个高手 可是他思考能力并不强 这个人是读死书的 并不强 可是也有人说 您是这个破坏力惊人 但是呢 建设力不强 这种人都是 基本上水平不够的 你听过一个人 说你是善意的 还是恶意的 破坏力还是建设力 都不通的 当我发表一个意见的时候 你就只能问我意见 对不对 如果说你动机不好 什么话 那个不相干的 我的动机什么 不相干 所以我举个最好的例子 给你看 我跟我的17岁女朋友 走在街上 对边来个叫花子 我掏出了100块钱 丢给他 他离开了 这个动作 你可以做好几种的解释 第一个解释 我显配给你朋友看 你的男朋友大法 第二个 我可能是一个原因 我有洁癖 怕这个脏兮兮的小子 接近我 赶紧把他打破掉 第三 我可能迷信 可能 一要日行一善 做好事 今天没做 来了 丢100块 什么动机 都不足问 事实是 我的100块 到这小子身上去 我只看事实 人的行善 中文字幕志愿者